俄罗斯总统普丁7号来到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说 先称赞亲俄国家未来有机会占全球主导地位 接着批评欧美国家使用的货币有害俄国经济 除了谈经济 这个论坛还有个新焦点 就是外传委普丁俄女儿 37岁的季霍诺娃 6号罕见公开在论坛上发表演说 她目前任职与俄国军事有关的技术产业 认为军工业提升才能增加科技自主 而她的姐姐39岁的玛丽亚 7号也露脸 天生物科技革新 外传玛丽亚和激活诺娃是普丁和前妻柳德米拉所说 尽管普丁曾提过自己有女儿 但却始终没有公开承认是谁 对私生活非常保密 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 早把两人列入 也认定是普丁的女儿 民事旧烈心综合报道